刑工 剪刀 刑工 刑工 卸了妝的新幽 卸了妝的新幽 其實分別不大呀 就算素顏外出甚至拍戲 都沒問題啊 其實呢我每一天出街 我幾乎都是素顏 對 所以我很接受 其實曾經有拍戲的時候 導演有要求過 就是因為劇情需要 所以不化妝 我是覺得OK的 這天新優出席品牌活動 透露以落實接拍TVB的 古裝劇《深宮記》 這次是新優首次拍香港劇集 將他的第一次獻給TVB了 這一次其實有機會 明年可以跟TVB合作 拍攝《深宮記》 也是我第一次跟TVB合作 然後超開心的 超期待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 作為一個演員 就起碼要跟TVB合作一次 然後其實我希望了很久 然後今年就突然就有這個機會 可以遇到一個不錯的劇本 非常非常好的角色可以發揮 所以其實一直都很感恩 然後裡面有多少 都會有一些打鬥的鏡頭 還有一些 所以身體其實需要柔軟一點 所以最近就在準備自己的體能 不過跟你之前拍的步步驚心 會不會很相似啊 其實它的潮帶是唐潮 對 然後你說 這步步驚心裡面 步驚心可能是比較愛情嘛 對 然後這個深宮記聽起來就是 深藏不露的感覺 對 難免會有一些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現在還沒有看到劇本 但我期待就是什麼都有一點 聽說唐朝的宮廷服挺低胸的耶 我其實我覺得美感有很多不同的Style 就是我之前拍了一部在內地的唐潮的服裝戲 它並沒有很低胸啊 所以大家誤會了以為全部的唐潮時代都是低到不行 但其實我覺得這是服裝方面的一個Creator 他們的創作啦 對啊 那我蠻保守的